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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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节目或影视剧你一定看过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取景地 那就是集美 过去的五年 在集美区取景拍摄的影视剧呢 有106部 在这里工作的主创人员呢 达到了11000多人 而他们为集美区带来的经济收益 是1.6亿元 过去五年拍摄影视剧和综艺节目的收益 是1.6亿元 但是这1.6亿元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这些作品在播出之后 让更多人知道了集美 也引起了集美区的旅游热 2016年 集美区迎来了全球各地超过1000万名的游客 而旅游产业的全年收入达到了50.4亿元 同比上涨了38.8% 能拿下这样的成绩 靠的就是集美区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成片的青山绿水 青山绿水就是金山印山 为了留住这样的美丽风景 集美区可没少下功夫 过去五年 集美区小刘雨整治 累计投入19亿元 另外在全区208个村庄 改扩建和新建了污水处理设施 五年前这里的水可以说是又黑又臭 但是现在呢 以前 集美区吸流流域最大的污染源 就来源于周边村庄的畜行养殖场 而为了改善水质 2015年4月 集美区全区进行了生猪退养 另外到今年9月 吸流范围200米之内的22家家庭养殖场 14万多余的家庭也已经全部清退 得到的就是这样 清澈的吸水 生态环境变好了 居民们的生活也跟着发生变化 过去五年不少集美人纷纷搬进了新家 五年来集美区累计建设安置房小区11个 总建筑面积达到了165万平方米 而总的套数呢是120036套 累计办理个人产权1919套 平均每天都有一户集美人入住新家 这里是永祥新城 集美区已经交付使用的最大的安置房小区 目前呢 这里已经建成了13栋 高18层的住宅 总套数2144套 其实呢 集美区在建设安置房的时候 考虑最多的就是居民的出行问题 走出小区就是集美大道了 这里有设置公交车站 一共有八个线路 可以去到厦门的每个地方 而再往北走三公里就是厦门北站 龙下线 夏生线 福下线 想去哪儿 随时可以出发 这里就是即将到来的厦门地铁了 今年年底 厦门地铁一号线集美区的11个站点站房 全部都将投入运行 集美区也将进入地铁时代 在地下做文章的不仅仅是地铁 还有国家试点项目地下综合管廊 过去分散各处的管线呢 还有高阿电塔已经全部都不见了 而是容纳在了这里 像是供水 供电 通讯 电视信号等等 13种管线为沿线生活的居民 提供了稳定的生活配套服务 地下管廊里的13种管线服务的 可不仅仅是在这里居住的人们 还有在这里创新创业的人 这里是集美新城的软件员三七 目前这里已经建成了120万平方米的 办公区域和公寓楼 另外还有240万平方米的园区 正在建设当中 你的生活很可能与软件员三七息息息相关 因为像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交集团 中国数码港等 1339家企业已经完成招商或已经入住 他们将在这里设置办公地点 今年9月这里的员工首次突破了1万人 达到了10226人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根据规划这里将建设成为 可同时容纳2000个企业 20万人办公的国际性置货园区 打造厦门的硅谷 拥有电影画面般的美丽风景 舒适便捷的居住环境 还有国际性的知火园区 这就是集美 集天下之美 闯人文之心 下个月 海仓国际办程马拉松 就将开始 为了让每一位参赛者 能够充分地做好赛前的准备 赛事组委会和厦门大学 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合作 为参赛者们提供专业的心脏体检服务 我们来了解 上午9点不到 不少马拉松跑者 前往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体检中心 接手赛前心脏体检服务 徐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 虽然已经参加过多次 厦门办程马拉松赛 但徐先生叹言 他之前从来没有在赛前 专门去做心脏体检 今年接到赛事组委会的短信通知后 他就决定前来检查一下 像前段时间变天 感觉好像熊梦啊 那是不是比较累到了 那也是接到短信以后 第一次来 厦门还是来一下 为自己也负责吧 为家人也负责吧 记者了解到 赛前体检主要有常规心电图检查 和心脏彩超检查这两项内容 已经报名参加今年 厦门海仓国际办程马拉松赛的跑者 在11月18号之前 每个周六周天的上午和下午 前往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八楼的体检中心 脚肺后就可以进行体检 为了让跑者能够更清楚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医院还专门安排了医生为跑者解读体检报告 医院方面表示 在近两周的体检过程中 已经发现有五名跑者的身体状况 并不适合继续参加马拉松比赛 医生建议为了自身的健康 所有跑者在参赛前 尽量都能接受一次心脏体检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2017年厦门市中小学生举重锦标赛 在厦门市运动训练中心开赛 全市有200多名中小学生参加了比赛 本次赛事为期两天 共有来自全市各区中小学校的224名学生参加比赛 是办赛以来参赛人数最多的一届 为了推广举重运动进校园 培养学生的兴趣 主办方对比赛形式进行了改革 除了甲组选手进行常规的抓举停举比赛之外 其他组别的小选手比的是后蹲 硬拉以及60米跑步 立定跳远等四个项目 那深蹲跟运是我们举重最有特点的两个基本功项目 那我们通过这两个项目来观察这些小孩子 他有没有这个力量数值 然后另外我们60米跟立定跳远 来检查到他的测试他的爆发力 那我们通过这几个中式科考核 他们这个运动员可以培养他们的兴趣 也可以更主要是可以提高他们参加体育锻炼的兴趣 上午奥运冠军林清风也来到现场 为小运动员们加油鼓劲 据了解 举重是我是体育竞技的传统强项 先后培养出林清风 邓威 陈小婷等多位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 目前有五位运动员入选国家举重队 本台记者报道 重阳节马上就要到了 近日一场敬老惠民的演出 叫《晨晨的错礼情》 在厦门小白路民间五一中心上演 我们来看一下 隆隆的鼓声如春雷传来渐渐变大 一群身着火红色短衫的舞者 伴着雄浑的古典 双脚有节奏的踏地 气势磅礴 一场海民之子的季海仪式上演 结合悠扬的音乐 优美的舞台表演 讲述了一个闽南大错瑜伽的故事 呈现出浓郁的闽南风情 每一次有这样子的机会 我们都会去看 我觉得这种活动多参加一点 我们也是 对我们深情也是有帮助的 据了解 晨晨的错礼情 去年曾获得第五届福建省艺术节 演出金奖 今年将代表福建 参加中国艺术节 角逐文华大奖 本场演出是厦门市 2017年敬老月会老活动中 惠民演出的其中一场 文化惠民 让精品演出更亲民 文艺会演 文艺培训 我们这个其实每年 也都差不多有 进白场的这样的演出 在社区 在学校进行这样的演 那我们也想说 把一些精品 然后让老百姓熟知 记者从市老龄办获悉 8月初 市老龄办向社会广泛 征集会老项目 得到了积极响应 共争几道市区两级 会老项目 240多项 内容涵盖 营造社会经老 助老氛围 走访慰问老年人 宣导积极老年观 以及开展丰富多彩的 老年文体活动等 本台记者报道 每年的9月到11月 是向日葵的最佳赏话期 最近在祥安楚山村 新一季的向日葵花海 已经呈现出来了 跟着我们的镜头去感受 在祥安楚山 漫山遍野都是金灿灿的向日葵 点缀在山谷中 远远望去和碧蓝的天空 交相辉映 这片向日葵花海 占地100亩 呈梯田式分布 绽放的向日葵 正以极高的颜值 迎接游客的到来 据了解 这是楚山村第一年摘种向日葵 首批已在今年9月开花 现在绽放的是9月初摘种的第二批 向日葵很漂亮 环境好啊 然后现在花正好开 过来看一下 种植人员告诉记者 这批向日葵属于油葵 除了有观赏价值 还有食用价值 第一批的向日葵 已经全部节子 将在近期采收 种植的都是中感的向日葵 高感的是光光的 低感的是榨油的 我们这个中感的既可以榨油 也可以食用 也可以光光 除了向日葵外 楚山还有一处六亩大的香草原 紫色的鼠尾草连片成事 薄荷叶迷迭香也进香生长 记者了解到 楚山村还将在下一个花期 种植野菊花油菜花 和向日葵一样 观赏食用价值二者兼具 赏完花 市民还可以到楚山村的展销会 走走逛逛 自酿的土蜂蜜 自采的茶叶 晒制而成的菊花 煎银花 还有南瓜馅饼 品尝一下土特产 来带动游客 作为一个花族 用产品能够在家里卖出去 提高村民的经济收入 本台记者报道 下一节还将看到 厦门高速启用新型抓拍系统 今年的五月份 薛岭山公园一期建成 并正式对外开放 这是一座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 山地形社区公园 它究竟有哪些亮点呢 今天的适用询报 我们就去看一看 步入薛岭山公园敞开式的大门 面前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台式小广场 走过广场 涉及而上 就可以登上公园的最高点来观景 公园里不仅有通幽的石头小径 还有混凝土铺设的沥青路面 而公园一期建设中 最大的亮点就是 具有闽南特色的红砖错建筑 红砖 窗花与玻璃 金属材料 有机结合在一起 古朴中又透着现代感 据了解 薛岭山公园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 以传承闽南文化为主题 共分为三期建设 目前一期工程已经完成 总面积约为13万平方米 湖里区园林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 接下来按照规划 二三期工程将完成文化广场 薛岭书院 以及地下停车场的建设 另外还将建设一座 横跨金上路的景观桥 把薛岭山公园 与对面的虎头山公园连接起来 同时还要将慢行系统 自行车道纳入进来 不论是骑车还是步行 都能沿途赏景 本台记者报道 很多驾驶员在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 应该都有经历过错过出口的时候 这时候就分出了两拨人 一拨人选择到下一个路口再掉头 这是正确的 另外一拨人途省市 选择倒车逆行 这是极其危险的行为 已经看过无数起 因为这样开车造成的交通事故了 要告诉大家的是 你在这样的情况下 倒车无论有没有造成事故的隐患 都要被重罚了 因为厦门高速交警支队 已经在辖区的各个高速扎道口 增设了新的抓牌系统 监控画面显示 10月17号下午4点多 这辆黑色轿车正行驶在 沈海高速公路杏林段上 当车开过杏林高速扎道口时 驾驶员发现已经错过扎道口 便将车停在了导流线上 然后倒车逆行 再从高速扎道口开了下去 而这辆车在违法压到导流线后 路口刚刚设置的新型监控 就自动抓拍下了车辆的图像信息 对每一部车的细部特征 包括车拍信息 进行一个图片的抓拍放大 那都可以方便我们 入入违法系统 它所有的视频分析跟抓拍 自动完成 自动完成这个违法信息 按照相关规定 因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 这辆黑色轿车的驾驶员 被处以200元罚款 并计12分 除了错过路口 在导流线上倒车逆行外 一些驾驶员 有时会在导流线上停车 然后查看导航软件 这种行为同样构成了安全隐患 而这样的压线变道违法行为 更是这套系统抓拍的重点 根据统计 这套违法自动抓拍系统 投入使用以来 抓拍到的违法停车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 违法变道 倒车 逆行等违法行为 每天都有数十起 有了这个枪球一体式的 这种抓拍系统以后 对于我们停车的要求 就是防事故的要求就更高了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在出行之前就知道 清楚地知道 从哪个口下 哪个口上 就避免在下口的地方 犹豫 到时候围停造成不方便 交警部门表示 下一步 这套抓拍系统还将扩展到隧道内 最终实现高速公路 厦门辖区内的重要节点全覆盖 记者咸云 段志伟报道 广告后我们来关注空气质量情况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 今天我是环境空气的各项指标 都达到了优积的标准 到了晚上七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52 空气质量为凉 首要污染物是PM10 水稻超高产育种是近20多年来不少国家和研究单位的重点项目 但是他们的计划至今没能实现 而我国在今年的10月15号 由杂交水稻支付圆龙平院士团队培育的超级杂交水稻 刷进了世界水稻单产的记录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我们就来了解 超级杂交水稻通过形态改良和利用亚种兼杂种优势相结合的技术来提高产量 所谓形态改良就好比一个人要有好的体型 所谓杂种优势就是不能虚胖要体力充沛 杂种优势也会使每一代水稻都比上一代的产量品质更好 水稻怕导服和虫害 而超级杂交水稻在整个生育期 竟敢坚韧挺拔 抗导服能力突出 无明显虫害且沉碎率高 结稻率最多的稻碎能结600例 普通农户的田地大约只能结120到130例 更重要的是超级稻不仅产量大大提升 口感和品质也很好 杂交水稻项目1995年开始了一项 四年时间达到母产七八百公斤的目标 七年时间达到母产九百公斤的目标 而当前的记录是母产1100多公斤 如今 袁隆平院士快90岁了 依然活跃在田间地头 二十多年来 他从未停止过对高产量高品质水稻的追求 10月15号 当结果公布时 袁隆平院士当场提示 向党的十九大县大理 超级杂交水稻 2017年在河北永年区百亩示范基地 平均亩产1181公斤 及每公顷为17.71吨 创世界单产最高纪录 遥遥领先于全世界 下面再来了解下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还可以 预计明天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凉 有PM10的影响 好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广场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